好,因为听说很多人说 这个Town跟这个Pombrey打的比赛 就是这个好像说Pombrey都是靠赛赢的 就是说Town是因为这个运气不好 所以输掉了 我觉得也许是吧 也许是运气是有占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认为Town有某几手 就是做出不同的选择的话 那可能就是是有圣机的 那起手留牌方面Town选择留大地跟这个三菱 还有留了一个暗影剑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Pombrey这边是留了血法跟羊 他这蓝龙刚没注意 不知道是不是留了 但是反正留羊跟血法是很合理 虽然我个人觉得血法 我可能不一定留 不过留血法也没有不妥 然后现在二次把血法丢上来 就这个地方就是 胖抽一口 这也很正常这样 因为血法不及的解法这样 就是这边交食坛也不舒服 然后这边Pombrey应该是思考了一下 就是他应该在想后面就是要怎么做 因为他这边不可能压末日 就是他有羊在手 他不怕对面出三菱 然后这手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有问题的 这一手就是 胖的选择是这个打死场 看一张牌 我觉得这边其实可以考虑直接下一个小软 因为下一个小软的话可以迷惑对面 对面可能会选择这个 就是血法撞的 然后再用火虫 但这样的话就会剩两费啊 剩两费他要干什么 对不对 那如果对面就是出四费的话 那你的小软可以白吃他的血法 然后下回他又要火虫掉 又卡他两费 然后反正你下回还是可以出三菱 所以就是 我会觉得这边交掉死场有点 草率 因为死场可以配合素质的三伤 去解对面的蓝龙之类的嗜血生物 或者是配合暗影间去解对面的大帝 如果说这个死场现在都交掉的话 那以后法师的嗜血怪跟无血怪在 解的时候都可能会出现问题这样 所以 所以就是说这个死场太早交掉的话 术士是一个补刀手段很少的职业 那没有了死场后面 真的有可能会就是 结起来不舒服 然后导致陷入劣势这样 不过这也不是这一场的关键所在啊 就是这边烫降处理之后 应该是有机会赢的 对对对对对也没有说打死场是多么错的事 然后这边洋调很正常 这边就是 我也不知道Pombley现在在思考什么问题 因为我不是他没有办法 帮他想这样 对 选择走脸是没问题 因为他这边解一或解三二都是 很多鱼这样 然后他反而有火山药水在手 所以就是这个不换也无所谓 这个小怪也伤害不了他这样 对 然后这边硬帝大帝是打得比较激进 那如果不硬帝大帝的话 阿古斯解掉水元素 感觉也有点奇怪 所以就是硬帝大帝也是可以理解 然后那个一一撞一下水元素 这是一个很细腻的操作 因为要让水元素剩下无血 但他如果要撞大帝的话水元素就没了 但这边要该撞还是要撞 因为这个大帝要解 火山药水非常舒服 对 刚那边可能 刚刚五倍 五倍的话打暗影剑抽一口也 也没有说特别好 这边就被压末日了 没事情做应该就抽一口 然后这边七位应该就是拍个打底 他拿了一下蓝龙 可能是因为他想要过一些更有用的牌 可是先在这种时候拍大帝还是给压力很大的 因为对面死缠交过了 所以对面就没有暗影剑死缠的解法 对面要只有大帝的话只有红漆暴金这种硬解 再不然就要扭曲虚空 你们用七倍打不出来 所以这边大帝应该是对面会不好解 一定要交两张牌 可以解的还不舒适这样子 比较好玩的是这里 这里如果说你是手长刚那张死缠 假设你留下来了 这边你要交暗影剑死缠解大帝 还是要交暗影宴跟这个 就是地狱猎猎来解这个大帝 对就是说 这个就很好玩这样子 然后我个人会认为 如果我现在手长是有死缠的话 我会选择是暗影剑跟地狱猎猎解大帝这样子 因为死缠可以配合七六六解对面的嗜血生物 所以这边 那死缠费用低这样子 费用低的东西比较灵活这样子 这边就是 先交暗影剑跟地狱猎猎解大帝还是比较好的 当然这边因为他们没有死缠 所以就不用思考这个园 他只能这样解 然后压一个这个小鬼帮来老大 好 然后这个对面就应该是下蓝龙的 蓝龙火把火冲可以解掉这个帮派老大 所以就是这边就是我说的那个死缠的价值 如果有死缠的话下一手就可以 那个七六六加那个死缠就可以返场 立刻给法师制造压力这样子 因为烫钱没有留死缠 所以他这边等一下这个蓝龙 就会造成很多的伤害 然后这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蓝龙解不掉 这不可能交扭曲几口吗 那怎么办 那就抽一口就是上那个 二流打手 然后上个那个一二二 这个选择应该也是一个 呃我会做的选择啦 就是说这边 我觉得很正常很合理 对啊抽一个爆金 要不要爆金蓝龙 应该也不至于嘛 就是所以 对啊就这边的话 虽然就是我如果是我打比赛啦 我还是会认真的思考到底爆金蓝龙比较好 还是打这个 一加五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一加五就是 没有什么坏的理由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打了吃个呼啦 会被再踢四点血 是不太爽的 就说你如果爆金解蓝龙的话 你可以 就是保血线 但其实也还好 因为你这边被呼啦的话 然后你会乃四点起来 那你还是有十六血这样子 就是蓝龙先解后解 交爆金 交爆金的话 等一下安东你怎么办 等一下这个红龙怎么办 所以就这边 这样打就是 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对就是说是比较正常的 就是正手 属于正手 交爆金就属于这个鬼手 就是交爆金就是这个 不知道想到什么 就是这个想的比较奇怪 就交个爆金这样子 有时候我自己打牌 有时候会想太多 想比较奇怪 然后就可能 就会打错这样子 那这边一定是要交扭曲虚空的 不可能再让蓝龙踹一脚这样 对啊 所以就很尴尬 没有办法 就只能扭曲虚空了 张鼠拉阿格斯算是运气不错的 就是 拉阿格斯在这里是 还是最没用的牌吧 拉无面拉 那个 大王 拉766都 就是都不太不太爽 这样子 就都应该说都很伤啊 拉无面拉 这个领主的话 应该是真的很难打 拉766也 也不舒服 就是 你看如果刚刚假设拉了766 然后一样是打个呼拉 然后766就是一个61 还是要撞在这边张鼠上面 所以就是 也也就是也一样是不爽 这样子 然后这边应该 大家说 帮不然很赛的应该就只他这边可以发现卡拉克斯 对啊 但是其实呢 既他这边这么赛 发现卡拉克斯 他还是可能输牌的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不是运气决定的这场游戏 这样子 那边开书 开到应该澳洲智慧吧 大家叫说 哎 那叫什么 秘法智利 对对对对 不是不熟悉这个翻译这样子 就是 就是 我认为有时候都看中国的解说 所以就 就叫澳洲智慧 秘法 秘法智利 好 然后那个 他印了加使甲 非常的機智啊 因為加指甲抽三張牌 這 Pombey這個選得非常好這樣子 就是 因為甲很重要 他現在沒有冰箱 他很怕死 他很容易就弄一弄就死了 所以就是 他選了加指甲這樣 好問題 然後這邊就是我覺得 湯這手就是 疑問手這樣 湯這個 乃至於四血 雖然呢 雖然他剩十二血是很危險的 但是問題在於說他這樣乃起來都要怎麼贏 因為就是 拿起來之後的話對面二十六血啊就是 雖然不知道對面卡達印了什麼 但二十六血的話就 離斬殺就比較遠 而且你這個三五打他一角的話 就是差一嘛 就是說你等於是要踢兩下才 才夠本 你如果只踢到他臉下之後被清掉了 那這樣的話你相當於是方法是多加一點血 這樣的話就他就離你的斬殺就遠了一點 這一點可能很關鍵 讓你 慢一回合斬殺他 讓他多一回合去過牌 去抽冰箱 然後去雷諾 然後去 佈置防守 然後最後就增加他擊殺你的概率 所以就是這邊這個四三五下呢 有可能這場的這個敗贏 就是說可以 透過 不下來 那個更好的獲得勝利 當然因為他現在才看到這張三費的 這個奶啊 他如果這張三費奶他可能就不會幫對面回血 然後這邊就是很正常 這樣就要出個雷諾 打一打 剛好打掉十二 對面勝二十四血 所以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關鍵 如果他沒有下這個四三五的話 對面這邊應該是剛好勝二十三血 勝二十三血的話就會被一套帶走 對面就要不要寒冰箭動臉 要不要這個 就是 交禮諾 對面的選擇就很少 對如果 這邊 他 泡風血必打 就假設二十三血嘛 對面打棒血都不能過牌 他對面打棒血都要做什麼 才能不死 就是要打這個 寒冰箭動臉 基本上這樣的話 對面就是 幾乎就輸了 這樣子 然後如果是 那個 先過牌 就是要過到那個冰箱 然後就是 立刻冰箱掛起來 然後下回神抽 火球 可以 對 那像現在這樣的話就太舒服了 現在這樣的話就是 直接那個 他沒有火球 他只能抽 那就抽大火把他贏 對 那現在這樣的話要直接那個 打個這個 暴風血 然後就保證自己不會死 然後下回就是只要 那個安東尼冰箱就穩勝了 所以就這邊我們就發現這個 三五 就是 最後就只踢到了一腳 然後他的時效就讓法師多了一點血 然後那一點血呢 就讓法師 可以這邊 很悠哉的打一個暴風血 然後呢就這回不會死 好 然後這場大概就這樣子 後面就沒什麼好看的 對 後面當然就是這個 就安東尼 安東尼冰箱 然後就刷了一張火球 對 然後呢 這兩個都是刷的 因為他們是金卡 然後呢 就是 這邊就當然打不死啊 然後就是 這個就破冰了 然後就被對面 韓冰軍火球帶走了 他也沒有加甲 對 好 看下一場 跳太快了 啊 這場是這個海盜戰對這個 這場是這個海盜戰對這個 呃 這是什麼呢 宇宙樹啊 啊 這邊有這個卡拉克斯 二流打手 好像都蠻強的 這邊這個 換了一個牌 但現在對面並沒有 理諾 所以善可一戰 好 衣費 充充充 沒有問題 這邊就只能 什麼都不能做 好 惡費 這邊呢 就是 嗯 下這個 223也很合理 增加慘功 而且這個也不吃這個 惡魔怒火 對 也算是沒有問題 對 然後這邊就是應該是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 硬幣 暗影鍵 或者一個是硬幣 那個惡魔怒火 一個是這個 呃 下這個惡流打手 那應該是惡流打手是最強的 因為對面現在沒到 然後所以就是 其他選擇都沒有這個好 這邊就是 就是 因為你教惡魔怒火 就是清兩個怪 還要被對方那個踢 然後這暗影鍵的話要拿來解 三廢怪 所以就是應該是先下個嘲諷擋一下 然後暗影鍵解三廢怪 所以到這邊都是 雙方打的都算是正手 打的都是 很合理的選擇 然後這邊應該是要那個升級 然後上一個那個 三三海盜 快轉一下好了 果然是這樣子啊 升級上一個三海盜 然後呢 這邊生錯了一張末日 這個末日很關鍵啊 錯了張末日 就沒有錯了張末日 應該會卡達克 硬個藥水 錯了張末日 就章鼠末日 因為海盜戰 不管什麼生物的話 都是章鼠末日 都不吃虧 然後手長又有暴經 又有惡魔之怒 就是 所以 這個這樣打好的問題 然後現在這邊就是 燙的選擇的關鍵了 就這裡呢 就是 當時那個美國轉播的人就講說 應該要考慮直接拳打臉會更好 這樣子 對 但是他們最後是選擇了解末日 而且 解末日的時候還是 把那個三三賣了血的 然後當然就被對面的惡魔之怒清了 這樣 對 所以這一首就是一個 有帶上去的地方 如果選擇的是用 這個 那他還換刀 就是說這邊如果要解末日的話 應該 我想一下 應該是可以不換刀就能解了 對不換刀就能解末日 所以就是說 你用火車王撞掉他的牆 然後呢 剩下的兩個海盜去 像對面如果打那個惡魔之怒的話 尚且還能保一個三一 三一就可以多踢幾點血 然後如果這邊 那個他這樣解的話 是用了九點傷害 就用了九點傷害 打到了對面的這個末日 身上 末日預言者身上 所以他這邊其實相當於是如果他剛剛不解末對面已經只剩死血了 對然後 就是他那個 這個義工刀也少打你看這個現在刀都打不出去他這樣的話等於是 呃 等於是至少少打一血 所以他等於是少打了死血 對就是 對這邊少打了很多的傷害 然後如果是用那個 不賣那個 恐懼海盜的方法解的話應該是會 因為這裡可以多打四血 然後再加上那個一那一刀所以是五血 所以至少是五血差 這樣子 如果剛是用那個解末就五血差 那這樣的話在下面再扣五血 就是 而且那個一還解不掉了 所以就是應該是那就可以打 八點然後再扣八血 這樣是不是帶走 啊差 差一差一差一 有這樣的話就是 這邊 四三七七十十四 十四加四十八對差一這樣這邊就打到生意血這樣 如果剛用比較好的方法解末日的話 就會打到生意血 還有那個一那一刀啊 對啊 還有那個一那一刀 那一那一刀會多砍一點傷害 所以這樣的話應該就是剛好帶走 所以剛如果是要解末日 但是保那個 恐懼海盜三血 這邊已經打死對面了 然後如果是這個 不解末日傷害全走臉的話 也可能已經打了 但這樣的話對面會找一回合硬藥水 然後我們就看他硬什麼來判斷好了 所以量的話是 打 九傷 打十傷 就等於是然後會少打三傷 等於是七傷差距 等於是那個 多打了 七點傷害這樣 就是說如果不解末日會多打七點傷害 然後對面會提前硬藥水這樣會找一回硬藥水 然後所以他印到應該是第一瓶那個 加加七甲藥水這樣好所以這樣藥水是印不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四七就是看成隱形的 然後那個這個五費加七甲是看成真實的這樣子 因為他會印得到這張加七甲 好所以這邊就是把奧金斧走臉對面剩四血 對面下來會加七甲就剩十一血 然後這邊這邊打加七甲 結果出了個末日 哎呀這個太關鍵了 所以如果剛剛是那個 就是剛剛是剩四血所以現在這樣剩十一血好像沒問題 這個末日真的很關鍵 對面這個加七甲 竟然敢這樣打 但他這樣也沒有問題 他會想打這個加七甲很正常 這邊當然就鑽甲過了 然後末日把場都燒了 現在對面是剩下 這個 九血 就是說如果他剛剛那個是 胖是 傷害全都 然後這邊大約剩九血 應該說Pumbre剩九血 在講什麼 這邊肯定要奶奶自己 好,這邊肯定要奶奶自己 好,下下嘲諷 沒有問題 好,這邊抽這個升級 這邊抽這個升級 這也算是個小神抽 應該是最好的吧 當前回合最好就是抽這個升級 好,這邊撞掉 所以Pumbre剩 13血 對,就如果剛剛是沒問題 他應該剩13血 好 好,這邊如果是Pumbre,我就金爆直接打了 就是 這個 這個 三次就是 總是解一下比較好 他選擇抽一口 真敢抽 然後還下螺絲 不怕死 但因為他現在血會多了無血 所以他不怕死 也是有點道理 然後螺絲走臉 然後螺絲走臉 這邊如果是這個7加63 他剩11血 所以如果剛剛胖是前走臉的話 這邊 以籃取勝 假設那個Pumbre,因為 看他全球臉他是11血 他就不敢 他就會交報警 這樣 所以11血暴定掉 這樣這邊就會差1 就會打到勝1血 所以就是會 可能還是不夠吧 即使燙3全周圓 所以解末日 應該不能說是錯手 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末日解了應該是比較好 因為不解末日的話 對面 就沒有場面了 這樣對面就太輕鬆的 但是如果要解末日的時候 保住那個 恐懼海盜的血量 還有那個 保住自己的武器的耐久 就不要那個用 不要換武器 直接用那個本來那把小刀 就可以解末日 這樣應該是 更為理想 對 然後這個就是 Pomber要被人詬病了 因為他又要準備打錯了 他奶玩自己是6血 然後他最後 竟然沒有把那個22送掉 讓對面有一個 神頭自死打擊的機會 最後還是要爆金解三次啊 所以早一回合交爆金的話 不是比較好嗎 手上還有扭曲 也不怕解不了場 海盜戰又抽不了牌 一回一張牌 不足為距 這邊 這個沒有抽到那個 就是可能是10%左右的 自死打擊 對 所以很多人說 這個Pomber沒有被懲罰 不是 你知道怎麼被懲罰 你排庫那麼厚 那個 能贏的牌就一張 對不對 沒有被懲罰也是很正常 對不對 我還可以 說Pomber是覺得 這邊不想幫戰士加事學 他覺得幫戰士加事學 夜場夢多 不幫戰士加學的話 下回合就暫時必死無疑 對不對 就是但我覺得他已經是打錯了 因為Pomber 還有這個 表情覺得 哎呀好像 有危險 對 但這個危險其實就是因為是10%的危險 所以大家才會忽略 所以只能說是 Pomber打得不夠細 但是整體來講呢 看前面那邊 節末日的時候 就是 那一手就是 如果保那個恐懼海盜的血量 就是 還是 應該是 應該是 正守這樣子 但我知道 因為 他可能覺得說要考慮對面 李洛要打兩輪 這樣子 所以他 不願意把火車王送掉 但是 不把火車王送掉 他把武器解 那他還是可以保那個 3-3的血量 就是他就 送掉一個怪 這樣 所以他就想要場面 最大化 可是問題是對面如果有李洛 本來海盜戰就很難贏了 所以就是 我覺得那個解末日那邊一定是 有待商榷的 這樣 就那個末日那樣解 或者是 就全周連 就是 或者 保保三血 我覺得都會更好 因為三血對面交第一天解 對面要掉三血 所以 還是更好 就是反正怎麼樣都 那邊解末一定是一個失誤了 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失誤 對 燙打錯了 然後最後一站 看看這個 潘布雷海盜站 他拿出的是一個宇宙法 宇宙法其實是打海盜戰是有可能優勢的 但是這個是跟你的構築有關係啊 就看你宇宙法這個 對抗海盜戰的 這個 對抗他的牌 Counter牌放得多不多 這樣子 然後像這裡的話呢 有 因為二飛要壓末日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 靜咒烈焰 或靜咒之火是 可以留的 如果是我的話這邊我會留024啦 就是說我會留 靜咒火末日跟這個 四倍火球 這樣子 對 因為 零費的那個靜咒火非常靈火 然後二費壓末日之後 三費 隨便混一混 四費別人很可能會衝個四十三 這時候你要火球結這邊四十三 所以就是 如果留024算是一個 比較保守的流牌 那這邊換了牌就是換了三張 後來證實沒有用 所以就是 我個人認為這個 抗對宇宙法的理解 可能 可能沒有我好這樣子 但我這樣講是比較狂的 就是 你看這邊為什麼我會說留那個 如果我這邊假設我留的是一張靜咒烈焰 我這邊會直接靜咒烈焰點11 因為這樣可以讓我在下回 壓末日的時候 對面就是假的對面二費沒有怪 然後下回壓末日的時候對面就 那個 沒有辦法這個英勇打擊 就是 就是 節我末日 這樣子 就是可以力保先手 對 不過這個 那也可以少吃傷害啊 就會少吃兩點傷 這樣子 這兩點血可能很重要 不過反正這個 就沒什麼好講的 對好 然後這邊就是 提到 然後壓末日 嗯 然後你看這邊 燙壓完末日之後呢 對面 毫不猶豫的就是 全周臉 升級全周臉 因為他解不了末日啊 所以他當然會全周臉 這個也不是說 Pumblade的選擇多麼精妙 但這把就可以體現出 海盜站 把傷害全周臉 他的威脅有多大 這樣他給 那個 對手的壓力有多大 所以 我認為就是 海盜站很多時候不解末日 不一定就不好 對 然後這裡的話 如果 靜咒 烈焰或是火球還在的話 我一定是三費過兩張牌的 因為對面四費 只有那個 四 四十三 就庫考人衝鋒 或是下什麼別的生物的話 都是我一張法術解掉 所以我就沒有必要下這個 三二二發現 當然 下三二發現 也不是說完全錯誤 因為現在手長沒禮 如果又沒有冰箱 然後又沒有這個 加血的牌 以這麼 危急的形式 那還是應該 先過牌 找牌 然後反正對面出生物就法術解掉 而且重點是這個 三二二也 換不了對面的任何強勢生物啊 就對面四費的 強勢生物就 暴亂狂或是 庫卡龍的話 都是超過兩學啊 所以你這個 就即使是那個什麼 二二費 X3那個叫什麼 忘了名字的啦 反正總之就是那個 下任何那種強勢海盜 或什麼南海船展 然後就是 你那個二二也是要配合火衝才能解掉對面 那你的火衝是兩費啊 你配 配合完你就只剩兩費了 所以這樣的話還不如先過牌 你看這邊燙還要再過牌 過牌的話就要硬幣火衝 硬幣就沒了 這樣五費就打不出硬幣雷諾的這個 這個combo這樣子 就是說就是五費就沒辦法雷諾 然後另外就在購賭上啊 我自己是不帶這張三二二的 我的宇宙法 我把這張三二二換成那個 四費三三的嘲諷那個毒煙恐懼怪 就對面水蟲越多 就可以 血量越多 那像剛那邊如果我手上是毒煙恐懼怪跟這個 這個就是 三費過牌的話 那我就可以這個選擇這個硬幣下個恐懼怪 然後對面就是庫卡龍就打不到我的點 然後下回合就在 下水元素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 準備開始水元素動臉計劃 所以呢就是這個 這個構築也是有影響的 就你的構築到底 就是要打什麼 就是能不能看快 就是 就都會影響你在比賽中的勝負 就是說不是只有打對打錯的問題 很多時候輸就是說你的構築就已經 讓你不利了 這樣子 然後這邊神抽冰箱啊 因為他硬幣敲掉了就冰箱一張牌 然後下回還得要神抽雷諾 才能夠翻盤 對那這個都是不知道是低於 5%的機率吧 看他抽這樣的牌應該是 大概7%或8左右 抽雷諾的機率 對 所以就是 抽不到當然是很正常的 對 然後對面手段還有那個 試費的那個打刺 這樣子 我想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是不帶大帝的 我是把大帝換成了534勝頓嘲諷 然後如果這邊是534勝頓嘲諷的話 可以擋住澳金斧一擊啦 不過也沒有用 因為擋住澳金斧還是要被這個 就是 被那個什麼打死 對那個他滿手的傷害打死 對呀 但我只是說反正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 這個 李若法啦 就是說 呃 帶這個什麼大帝呀 然後那個三二的發現啊 這些牌就是都 不實用這樣 就沒有帶那個好 沒有帶那個 嘲諷怪好 就試費的 獨眼恐懼 瘦跟那個 五費的那個 三四勝頓嘲諷 試費那個 你換塔子 叮咕也可以 對反正就是 一定要嘲諷 就是 像這種就是帶這個什麼大帝然後三二二的就是 我覺得這些牌裡面我也會讓我想帶就螺絲 螺絲都比 大帝厲害 那大帝當然是為了要配合安東尼刷火球啊 但我個人覺得 你能夠活到那時候你基本上就能用別的方法取勝 然後另外就還有自己會帶那個冰槍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帶 因為冰槍打海盜的時候可以動對面一回合的臉 也是很實用的 所以結論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 最後這場的話 嗯 就是 起手留牌吧 起手留牌的話 不留靜咒火 然後 就火球換掉我覺得還OK啊 但是 因為四廢打六跟四廢打四是一樣的 海盜戰的生物沒有無血 但是那個 進 靜咒火的話就是 我覺得 應該要留這樣 因為靜咒火 很好用這樣 你即使不能來解一 你後面也可以 解別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那個三廢就是 對像如果他留的是靜咒火 那三廢先過牌 對面四廢 褲卡龍一衝 他也可以丟靜咒火解褲卡龍 對 這樣就可以留下硬幣 然後就可以提早這個 下什麼硬幣里路啊 或是 硬幣大地 我不曉得 硬幣大地應該不可能 總之就是 購入上 就他不夠看快 然後流牌上面就是 他這個 流的比較 應該說換的比較差啦 對但是這個換的比較差就是 你當然可以說運氣 但是你要想的是 你如果把那麼多牌裡面 你有幾張牌是比 那個 靜咒之火好用的 其實很少啊 就除了 李諾 除了 小卵 除了 嗯 嘲諷怪他沒有擺 然後 還有什麼 除了 哪一口 所以還不一定更好 就我覺得 打海盜戰 靜咒火應該是 神卡 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要留靜咒火 然後 那流牌的一個失誤 然後後面打的話就 三費他下那個 三二二 他末日玩 對面空場 三費下三二 這個也是有帶上去的 因為那個地方 三費三二 並沒有辦法換對方 下一回的下任何 然後三二只能看一張牌 所以這種時候應該是要看兩張牌更好 所以應該要選擇的是 先那個 澳數 可惡 密法智利 抽兩張 然後看看手牌 然後對面適配 庫哈容易衝的時候 你再那個 選擇這個 用法術把對面解掉 這樣還不用交硬幣 或者說如果你 假設沒有法術解的話 那你就是打個水元素下去 那對面五費 澳金斧一提 加上庫哈龍 剛好幫你打死 因為那時候剩九血 可是如果說假設他一費有 那個靜咒火點掉一 他就會剩十一血 這樣的話對面就是 即使 提澳金斧 然後 全走連你剩兩血 然後你這個動點 解掉對面庫哈龍 這樣的話這個戰士就一定要 抽 製石打你才能贏 但是他手上有 但我意思就是說 你 那個 那些地方 就是 你先過牌 就是 就是過兩張 應該是會 比下那個三二二發現 因為你重點是你後面費不夠啊 就說你三配下三二二 然後你四費 假設對面沒生物 你也是過兩張 假設對面有生物的話 你就一定過不了兩張 然後你一定過不了兩張 或者是你就要交硬幣 那不管是哪一種都是很不好 所以就是 先過兩張還是 更好 這樣子 然後發現那張來不及打就算了 所以呢 也就是說 其實那個 三二二發現那張卡 其實就是 很 爛的一張卡 就是 反正我自己是覺得 那張卡就是 性價比不高啦 所以推薦大家不要帶 這樣子 除非你沒有更好 就你 你沒牌帶了 就只能放那張 但是 有更好的選擇的時候 就不要放那張 像你那個 一一的 就 開輸就比較厲害 因為一一開輸 是一費嘛 然後就是 效果其實可以看成雷同 而且法師的法術 都蠻優質的 就是 基本上跟發現一張牌也差不了太多 因為發現的時候很可能 來一些 垃圾牌 沒有什麼用 還有生物在 這樣 對啊 所以 三二那張 不是很厲害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那麼愛戴 這樣子 好啦好啦 就隨便講講 這樣子 總之我看了這個 胖跟 Pumbly的 這個系列之後 我的結論就是 這根本就不是運氣造成的 這樣子 就是 Pumbly運氣 就是可能是 假設 運氣戰鬥力60分好 Ton40分好 但是那個其他戰鬥力方面 就是如果Ton可以這個 多點分數的話這個 就可以 還就可以贏嘛 Pumbly打錯沒被懲罰 但可能Pumbly的構築更合理啊 排名步驟更合理啊 你看 第一回合用李洛 把A去抓到了Ton的李洛蘇 然後第二回合是 自己的李洛蘇從Ton的海盜彈手上跑掉嘛 對因為Ton那個打的 有點問題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第三把就是 自己的 就Ton的李洛蘇 然後自己的 自己的海盜彈打 Ton的李洛蘇 然後就是沒有解末日傷害全走臉嘛 但這個 就是因為他沒選擇 但如果他要選擇說病他還是會全走臉 給壓力 這樣子 對啊 所以就是 就是這樣子啊 對就是 就不是靠賽嘛 就這遊戲就不是靠賽了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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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